嗯 嗯 嗯 招人昌纵火骗保的业案 2400万 很可能在隆达的手里 对 教花是被十块块打死的 嗯 好 我知道 师叔 你也上来拖多气啊 刚才给谁打电话 没给谁打电话 我问你给谁打电话 你干什么 我在给局长汇报工作 给局长汇报工作 你跑到这干什么 而且你说的内容 都是高局长知道的事情 亲密手 我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知道不懂 啊 说 教花子是不是你放走的 放给我 你直接不接电话 潘洋 要不然我给柳斯打个电话 看看他有什么事 他不信任我们 要不然他早就说了 还是想办法找到史杰 是不是你放走了 史杰 我告诉你 你私底给被冲击的嫌疑犯 残疾潮起 造成委屏被杀 重要宣组中断 你知道你叫犯罪吗 放开我 你给我回来 你 你 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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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住来 我刚刚接着高局长指示 史杰在办案过程中 私底给嫌疑派接住 被热令紧闭 拼入处置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还笑 外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你一来啊 问题就全清楚了 什么问题清楚了 哎呀 你怎么到这里边来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终于找到内建了 谁 金秘书 就是他把我押在这儿 这 你怎么判断出金秘书是内奸呢 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你刚才说什么 外头乱成一锅粥了 也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事 唉 金秘书 局长 好 来 电电报告出来了吗 你到底是怎么发现金秘书的 庸大当时提醒我 要小心背后 我就一直秘密观察 不瞒你说 我当时连你都怀疑过 跟我去建计长去 不 我不能出去 为什么 龙达还没有回来 金秘书的事 你先不要对外生长 为什么 不像话 关押省庭的督察处长 别说是你个秘书 就连我这个局长 也不敢下这种命令啊 当时情况很特殊 史杰和我动起手来了 还说了些对您不公的话 亲戚之下我就把他 都说了些什么呀 这些话 局长 查到现在您也知道 龙达队其实是被无限的 可史杰一开始拉出那架势 连我在旁边都看不过去 我认为史杰这么做是有问题的 嗯 啊 局长 我明白 这样做对你挺为难的 不过我正着手准备了一份材料 说明我对史杰的看法 如果上面责归 你就处理我好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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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